逆粉顶粉顶闪闪分不清 用也用不对 后期粉分脱肉快了 你会怪着怪的 今天教你们怎么提前 按着怎么去用 首先你先摸一下这个顶的粉质 带有颜色的并且稍微有点厚的 涂在手上只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一块像涂了东西 这种文化一般是具有一定的真霞力 包括隐形毛孔效果的有色粉顶 使用它就能起到一个顶上添花的一个效果 就是让你这个不完美的底妆 变得更加的完美 所以说你定着前不需要下太多的功夫 像粉底液和遮瑕就不需要涂那么多层 我就先保住只涂一层气垫 像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明明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夏天的底妆重在轻薄 最下的这一副就很关键了 就是拿着用这个有色粉顶 然后用这个粉头 先这样子 然后再这样子 把这个多余的粉给它弹掉 先这样子点 差不多你这边边雪茄都沾满了这个粉顶之后 然后再把它给拍匀 看到了没 这种粉顶简直就是磨提神器 这边明显感觉这种皮肤很光滑很嫩对吧 然后你看这边毛孔就很凸大 刚刚这边的话 是不是稍微有点淋漓的瑕疵 然后我这盖完之后 这个瑕疵是不是 变得更加不明显了 还有这边啊 看一下 然后呢 我再取一下这个粉 然后依旧是这样子 点 看到了没 就盖完之后啊 它是不是又比刚刚强一些 这就是有色粉底的一个威力 就它可以让你这个底妆 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让你身上有点肤色不均 或者说你这个瑕疵 稍微有点严重 没有被完全支盖 要么就是你这个皮肤 出了超级厉害 毛骨也很大 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建议大家写这种有色粉底 去做一下急救 但是有的缺点呢 真的有一点厚重 这就是为啥 我建议大家定妆之前 能省就省 能减就减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粉底液 包括你这个阶下 用的一些急妆产品 能不涂就不涂 能少用就少用 不然的话 你涂那么多层啊 你还没定妆呢 你这个皮肤就厚重的不行 浮粉浮的很严重 后面就不要再用这种了 另一种呢 就是因为粉底 它这个粉底液的话 一般都是偏白的会比较多 涂开之后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颜色的 就是除了定妆 其实就是没有其他功效 所以说使用它的要点 就在于 你这个定妆前 要把这些问题啊 动液啊 或者说红血丝 这些瑕疵都给遮盖 色不均匀的话 你就调均匀 有毛孔的话 你就把它填平了 等把这些问题 都给解决完之后 你再用它给定妆 先涂一下粉底液 使用粉底液的话 中间会比那个气垫 遮瑕力要好很多 可以先啥的 用这个遮瑕液给遮一下 就用这个粉铺美妆办 这样粘去一下 绝对完了之后呢 就这样子去点涂 按压 如果你要是这个瑕疵 这不干净的话 它在这个上完之后呢 这个瑕疵可能会暴露出来 这也算是它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看到了没 才用这种方式的话 依旧可以把这个妆面 做到完美 两种不同粉面的 一个使用用法 都给你们说了 都学会了没